將共多拿推落水那一刻 我就覺得 沒有了部分的自己 我女兒沒有學做船 上一個學生年半之前就走了 很難找到後繼的人 但你知道 共多拿是威尼斯的象徵 你不可以將這個象徵拋起 我待會的 放到這邊 我們家族的船廠在1884年2月成立 是由我的祖先成立的 它改良了共多拿 令到船手和船尾更加對稱 船程香蕉型 自此就成為了共多拿的標準 長度是11米 重量是500公斤 我16歲就開始做船 一定要有無比耐性和熱情才能做到 共多拿的工序非常繁複 船由280個部件組成 以8種木材所造 師選取木材 切割出不同的形狀 砌出船手和船尾 放上種材、勒材 組成船身 砌上船蓋 將船反轉之後 用火把船身旁邊燒成彎曲 上式之後 以坐墊、鋼式、銅式來裝飾船倉 因為我患了末期血癌 沒有人可以醫治 我要接受化療 化療之後都不想吃東西 身體很不舒服 但是我仍然會繼續做 每天坐在這裡 令到人人都看到我 我沒有力氣做 就在旁邊指導我的老伙計 怎樣做船 你乘船有多難 只要我喜歡做這麼多 那就可以了 這個是命運來的 是我們家族的傳統 Fakola 可承托船長 當你放上船長 就可以控制共多拉的方向 令到它靈活轉動到不同的方向 我沒有特別的技術 只是進從師傅、教授的傳統手藝 機器做出來會一食一養 手造的就會根據船夫的個人需要而度身訂造 我們的手藝高超純熟比機器更快 所以我們仍然有競爭力 但是今時今日做木工藝很困難 尤其是在威尼斯 因為所有店舖都出租了給旅遊業 對於一個手工帳來說很難維持租金 小時候我就很喜歡木工也都喜歡船 老師的工作坊就在我家附近 他說也都在密室學生所以我就來了 貢多拉船長工匠已經有一千多年的歷史 我們都特別懂得用手工刨、木工刀這些舊工具 工作的時候需要用到感覺和視覺 靠眼睛目測船長的直線平衡 用手去感受一下掌鋼夠不夠圓 一個世紀前 匯家匯戶都有自己的貢多拉 現在的人都不喜歡餐船 寧願坐快艇 旅遊業某程度保存了他們 貢多拉、船長、船長架工匠等的工作 亦都得到保存 我們很幸運 仍然在做自己喜歡的工作 約三年 對阿敬研究宣傳,因此最豐盡的開放 復習或者厲害,即將整體運動 復習之中的分析 移動細胚一網看盡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